只要汪峰开演唱会 那鱼一定会动荡 前不久 刀狼的一首《罗刹海事》 把汪峰的名字送上了热搜 之后 网友们将汪峰的底裤都挖了个底朝天 把他不堪往事 全部直接放在了台面上 虽然汪峰娶到了国际影后张子怡 抱得美人归 但随着赌博 出轨 背叛等事件的曝光 这次张子怡也就不了他了 四个孩子 三个妈 有人曾开玩笑到汪峰退圈 歌谈渣男少一大半 而随着汪峰的名字上热搜 他曾经的风流史 也逐渐被网友们扒出 汪峰的第一任妻子叫齐丹 是四川省内的一位知名主持人 二人是在一次采访中认识的 齐丹被汪峰的才华所吸引 而汪峰被齐丹的气质所折腰 所以二人在相处一段时间后 便进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的齐丹为了专心地照顾汪峰 辞去了工作 专心地在家中当起了家庭主妇 成为了汪峰的后盾 但是一纸婚书 怎么能拴住一个浪子的心呢 就算齐丹为他付出了很多 他也就当看不见 在婚内就频繁地背叛妻子 多次传出与其他女星 不清不楚的传闻 齐丹在知道后 也是接受不了汪峰的背叛 选择了与他离婚 而汪峰在与齐丹离婚后 转身便与模特葛云杰 私混在了一起 可是你敢信 当时的汪峰已经33岁了 而葛云杰才是7岁 更加令人想不到的是 葛云杰在18岁时 便给汪峰生下了小苹果 但是葛云杰还未到法定结婚年龄 所以汪峰一直没有给葛云杰什么名分 甚至汪峰都没将葛云杰公开 二人没有夫妻之名 却有夫妻之识 葛云杰才18岁 刚刚成年便做了母亲 他都还是个孩子 妄想他去照顾另一个孩子吗 所以有一次汪峰回家后 发现女儿在一旁哭泣 而葛云杰却在玩游戏 于是他便和葛云杰大吵了一架 葛云杰面对汪峰的怒火 瞬间不理智了 丢下孩子就走了 而汪峰在看到葛云杰的所作所为后 选择与他分手 但是大家都明白 难道汪峰就是个会过日子的主吗 二人都对这个孩子不负责任 多年来 葛云杰对汪峰始终怀恨在心 他不止一次说 我的前半生就是被汪峰给毁掉的 并且开始爆料汪峰的种种不良行为 并称汪峰在他怀孕期间 就经常带他去赌博 撕下了汪峰虚伪的一面 可是葛云杰说的这些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 所以对汪峰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他依旧活跃在娱乐圈 而且在与葛云杰分手后 汪峰很快就找到了下一个目标 康作如 汪峰利用甜言蜜语将康作如骗到了手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 这次遇到了对手 2007年 汪峰与康作如相恋 四年后在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 婚后一年 康作如为汪峰生下了一个女儿 取名汪景仪 但是汪峰可谓是美女花从过 片叶不沾身 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这句话说的就是他汪峰吧 汪峰再次婚内出轨 二人的婚姻持续了六年 康作如便提出了离婚 汪峰本想故技重施 然而他没想到 康作如既高一筹 早早收集了很多汪峰出轨的证据 并且在社交平台发签字文章 控诉汪峰 最终他分到了自己应得的财产 并且争得了女儿的抚养权 与康作如离婚之后的汪峰 没再传出与哪个人相恋的消息 直到有狗仔曝光 汪峰与演员张子怡一同出现在赌场的照片 随着照片的曝光 汪峰也顺势公开了和张子怡的恋情 并且两个月后 汪峰在演唱会上求婚张子怡 同年二人结为夫妻 据说汪峰能追到张子怡 是因为汪峰曾在赌场上 无意间帮助了张子怡的父母 所以张子怡就找到了汪峰表示感谢 而二人在相处过程中 感觉灵魂高度契合 于是便相恋了 汪峰也忠视抱得美人归 婚后的张子怡 不仅将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 还对汪峰的女儿视如己出 张子怡的这波操作 给自己增加了不少好感 但是反观汪峰 口碑却一直在下滑 2023年 随着张继科赌博借款的事件被爆出 汪峰的赌博黑料 也被大众挖出摆在了明面上 早在2015年 卓伟就曾爆料汪峰经常出入赌场 有照片为证 并称汪峰为赌博先锋 汪峰在得知消息后 为证清白 当即告卓伟造谣 但是没想到结果却被啪啪打脸 汪峰赌博的事情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所以不用想 这场官司汪峰输了 有了官方的审判 就算汪峰说出花来 那也是不变的事实 就此 汪峰的名声越来越臭 随着刀狼新歌 罗刹海事的发布 我们更加知道了汪峰自负的一面 汪峰与刀狼的恩怨 说到汪峰与刀狼的恩怨 在我们读者看来 完全就是因为汪峰个人的嫉妒 才对刀狼恶意评判 20年前 刀狼发布了一首 2002年的第一场雪 凭借他独特的嗓音和清明的歌词 一夜爆红 从草根歌手 一跃成为了歌坛星星 而且 刀狼的专辑 直接卖出了270万的销量 远远超过了当时的老歌唱家 就连著名歌手周杰伦的专辑销量 都没他的高 这一成名 可引来了不少老歌唱家的注意 毕竟刀狼 出生在一个极其普通的家庭 没有什么家世背景 学历也不高 但是 他却凭借一首歌 直接盖过了那些老歌唱家的风头 这可引起了几个心眼小的歌手极度 首先是纳英放言 喜欢刀狼唱歌的都是农民 这一言词传到大众的耳朵里 令不少人对纳英产生了不满 纷纷对纳英进行抨击 以至于纳英的口碑急速下滑 但是令大家没想到的是 汪峰在看到纳英抨击刀狼的下场后 不惜取教训 仍是站出来诋毁 汪峰言辞激烈地说道 刀狼如今的成就全是败媒体所赐 如果没有恶意炒作 他不可能会有今天的成就 论作品本身 刀狼的歌十分普通 汪峰是否真的从刀狼作品本身探讨的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从他句句说 刀狼的成就是依靠炒作来看 汪峰是真的很酸了 而随着纳英 汪峰等一众小心眼歌手的抨击 刀狼也渐渐地退出了歌坛界 而这也不是汪峰第一次被刺草根歌手了 旭日杨刚的陨落 旭日杨刚的爆红和陨落 都离不开汪峰的那一首《春天礼》 王旭和王刚都是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中 但是二人都有一个音乐梦 为了追求梦想 他们独自北漂 通过路演来赚取路费 他们二人也是在一次街边表演中相遇相知的 并且成为了音乐上的最佳拍档 说来也很幸运 二人首次出名 是在一次聚会上 他们合唱了一首汪峰的《春天礼》 被朋友随手录下 并发布到了网上 但是没想到的是 他们唱的这首歌曲爆红网络 因为这首歌的歌词 和二人的成长经历十分相似 所以说 他们几乎唱出了这首歌的灵魂 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 随着视频的火爆 越来越多的人夸他们唱得好 推荐他们去参加《星光大道》 起初他们二人还不是很自信 不敢去上那么大的一个舞台唱歌 但是经过越来越多的人的鼓励 他们终于增强了自信心 决定前去参加 为了梦想 他们每天都练习到很晚才睡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们二人一路杀出重围 拿下了亚军 之后 二人便从各自的名字中取了一个字 为这个组合取了旭日阳刚这个名字 因为二人在《星光大道》中打出了名声 很多人都喜欢他们唱歌 所以他们二人顺势报名了 我要上春晚 最终也是顺利地拿到了央视春晚的资格 随着二人名声的打响 春天里 这首歌的原创作者汪峰也发现了他们 但是起初汪峰并没有对他们的随意翻唱说什么 甚至汪峰觉得他们以《春天里》 这首歌爆红 也是对自己名声的一种带动 汪峰还主动带着续日阳刚上自己的演唱会 无人不赞叹汪峰大气 可是没想到 随着续日阳刚的名气越来越大 甚至一度高过了汪峰 这让汪峰有了一丝不快 于是 汪峰便联合经纪公司以侵权为由 将续日阳刚告上了法庭 并要求他们不能再用《春天里》公开商演 要知道 续日阳刚的公开商演 活动方主要就是邀请他们演唱《春天里》的 这时汪峰要求他们不能再唱 这不仅仅是要赔付大笔违约金 更是断送了他们的音乐路 网友们对此事褒贬不一 有人认为 汪峰确实应该维护自己的版权问题 但也有人觉得 如果不是续日阳刚 谁知道 《春天里》这首歌的原创是汪峰 汪峰这样做 就是在忘恩负义 随着汪峰黑料越来越多 人们对汪峰的风评 也到达了低估 以至于汪峰的演唱会 几乎是无人问津的状态 甚至一度到了找工具人的地步 这可谓是汪峰对自己的自负和风流付出了代价 这一次 张子怡也挽救不了汪峰日渐下滑的口碑 别看这段时间 刀狼用一首歌刷新了我们的认知 可近些年 我们一看刀狼的日子 就会发现 刀狼一直不怎么样 尤其是隔壁曾经欺压他的那些人 比方说 某个以那字开头的 还有汪某等等 他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可唯独刀狼的日子是一直不怎么样 既然是这样 不可避免让人好奇 这样一个实力派的歌手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 首先 就不得不说刀狼的处境了 刀狼不太喜欢炒作自己 隔壁那些流量明星 动不动就各种炒作自己 那炒作的姿势是一套接着一套的 各种花样摆出的炒作方式 只有大家想不到 就没有他们做不到的炒作套路 什么买热搜 买流量 那是一个镜往热搜上面贴 这样做也的确有很大的效果 使得他们的歌曲热度非常高 但是 刀狼却并没有这么做 刀狼的很多歌曲都是民间自来水的 因此 很多歌曲 可能观众都不知道 就拿这一次的歌曲《罗刹海事》来说 刀狼一点热搜和流量都没有买 之所以能爆红 很大程度是因为这首歌的确反映了一些事情 刀狼不懂得炒作 或者说 他不愿意去炒作 结果就是刀狼的热度一过 很快就没有他什么事情了 除了不愿意炒作外 最大的问题是刀狼不愿意跟别人争斗 这一点是重要的一个因素 很多人都知道当年的刀狼的事情 纳英和汪峰等人那么针对他 按理来说 刀狼学会抗争 兴许能够扳回一局 可刀狼却选择不与他们抗争 被四大咖轮流点名 刀狼的处境可想而知了 可他却选择了沉默应对 甚至纳会的网民都替他鸣不平 既然是这样了 肯定有人也会问了 刀狼难道就不想红吗 答案恐怕也很好说 从这一次的罗刹海誓的歌词中就能看出来的 刀狼 其实更像是一个对名利没啥太大追求的人 他热爱歌曲 热爱唱歌 但对名利没啥追求 这就是为什么几年来 刀狼一直火不起来 是他自己不愿意去搞这些 有人说他清高 但这只是个人的选择不同而已